今天晚上我们要做一道甜品 椰汁芒果西米露 芒果呢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吃 那么夏天的时候 我们会整箱整箱的买回家 那之前有遇到过 因为买了芒果太熟 那么放了两三天 它就开始有点坏掉 或者是变黑变烂 那就要找出一个比较好的 可以尽快吃完那些芒果的方法 不能浪费嘛是不是 所以呢Kelvin就想出 可以用来打成果汁啦 或者是做成其他的甜品 那么这个椰汁芒果西米露 就是我们很喜欢的一道甜品 今天跟大家分享 怎样可以做这个椰汁芒果西米露 需要两个大的芒果 那么怎么切芒果 我就不在这里仔细说明了 那么我们就是要把芒果的果肉取出来 那第一步呢 我们是要先把这些芒果切成丁 然后冻成小冰块 那为什么要冻住它呢 因为等会要把它打烂 那么如果是新鲜的芒果的话呢 它不够不够冰爽吧 因为这个夏天吃真的是非常的 很舒服 很非常的清爽 所以如果它可以冻一点冰一点的话 吃起来更好吃的 那么这个就是用做冰块的这个模具了 我把芒果切成丁之后放在这个模具里面 那么用保鲜纸包起来之后 我就放到冰柜里面去 大概冻住它四五个小时 那么它就结成冰块了 第一步是要先煮西米 那么这里大概需要一小碗的西米 那么我们再切另外一个芒果 这个芒果呢 就不需要打泥了 这个芒果是用来最后装饰在 西米露上面的 所以需要切的大块一点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那么吃起来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我们这里需要一整罐的椰汁 那因为这个椰汁呢 它不是甜的 所以在煮的时候呢 需要加入一些糖 那你需要多甜呢 就自己调整那个糖的分量 那么这个椰汁因为它本身就熟的 所以不需要煮到滚 你只需要煮到它里面的糖融化了就可以了 那么煮好之后放在旁边放凉备用 刚才锅里的西米已经煮熟了 那么需要用一个滤网 过滤一下那些水 那然后再把这些煮好的西米 再倒回那锅里面去 我们需要用冷水 再冲洗一遍这些西米 让这个西米更加的Q糖 并且它因为有冷水嘛 它就不会粘到一起去了 那么西米也是要放到碗里面备用 好了 准备工作都做完成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芒果已经冻成冰块了 那我们取出来 把它全部都放到碗里面去 我们等一会儿需要用到搅拌机 把它全部都打成芒果沙冰 最后这个芒果的状态是这种粘稠的状态 很顺滑的状态 那么我们开始组装椰浆西米入 首先是放入适量的西米 然后再放入刚才打好的芒果 那么放多放少看自己个人喜好 然后再放上一些椰浆 那么最后就是需要一些新鲜的芒果粒 来点缀这个我们的椰浆西米露 非常清爽 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饮用 那么我们喜欢在吃的时候呢 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混合均匀 然后才开始吃 嗯 二倍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椰汁芒果西米露的方法 非常简单是不是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